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行傳錦然》 我們今天請到的嘉賓 曾經四次被封為香港傑出運動員 他年紀輕輕 已經與世界很多地方的高手過招 也得到不少獎項 他就是卓球神奇小子 傅家俊 家俊 你好 家俊 你好 謝謝你 我很好奇 我不怕你練習好 正式比賽好 有沒有數過多少次147 比賽好像是4Q 4字 但練習就沒有太多記 沒有特別去記 147就是拿滿分 厲害 好 不如先跟我們說一下 究竟你怎樣培養起你打球 打桌球的興趣 怎樣成為一個職業的運動員 我自己大約八九歲 都是跟爸爸上桌球室 因為他很喜歡打球 其實當時香港到處都會見到桌球的蹤影 無論是電視也好 經常會播放世界級職業的球員 是在大維斯 大維斯、韋德 那個年代 就是桌球的黃金時代 經常都會見到電視有比賽 然後在街上周圍都是桌球室 所以其實生活基本上離不開桌球 你爸爸等於你的師父 他很喜歡打桌球 其實到現在很多時候都有打球 所以叫他可否帶我上場桌球室看看 因為電視看得多 但真的的桌球是怎樣 希望爸爸帶我上去看看 慢慢就開始玩這個運動 八九歲還未夠高 很小 中海八九歲 不夠高 因為很高 有大張 看球 但如果真的要打 其實只可以打到桌邊的球 而且經常都拿著桌球 不夠上場桌 經常都拿著桌球 基本上都不可以離開我自己 就是一定要用我的東西去打 所以就玩一下 最初就跟爸爸慢慢開始玩桌球 就有興趣了 那怎樣由這個興趣 會變成你一個專項 其實當時也沒有想過 會成為職業的桌球員 當時小時候 其實桌球對我來說 跟踢球打籃球一樣 都是一個玩 是一個興趣 不用上學 跟爸爸去打足球 都挺開心 當時 因為香港讀書都很重要 又多功課 所以其實都是… 可以輕鬆一下打球的時候 是… 可能一個星期打一天 星期六就會跟爸爸去打球 但那天真的打了很多個小時 即超過十個小時 打到很晚才回家 但其餘的時間就是很正常小朋友 這樣上學 你興趣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累 是 我很喜歡的 即是不想離開 即是爸爸看錶 我說不要看錶 再打一會 繼續打 對 但那時可能已經點幾個小時 晚上 那天 星期六就會比較瘋狂 打出球打得 當時沒有想過會轉成職業球員 即是當作玩 其實直至15、16歲 慢慢才… 被人發掘到 我當時去了加拿大 當時有一些… 都算是前職業球員 很樂意地教我打足球 他見到我這麼小 打足球 其實都不是很多時候會見到 所以他又很樂意去教我打球 幫助我改善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那些教我 教我很多關於職業球的東西 所以在很短時間 就進步很快 所以就不如… 可以試一下 其實水平看著慢慢進步得很快 那就可以試一下 不如試跟爸爸媽媽聊一下 看看如果我將來做職業球員 你們怎麼看 那他們都很支持我 一直走到現在都是職業球員 即是開始了你的生涯就是這樣 對 剛才你又說到 爸爸等於你的師父 由這麼小開始有興趣 就變成了職業球員 很多時候 我們經常都說 會想將來做甚麼 亦都會想我有甚麼回報 你知道現在有很多父母都很緊張 就說我希望你要做醫生 我希望你做律師 即是希望子女有回報 當你決定要做職業球員的時候 剛才你說了你父母很支持 但是在回報上 你會否覺得這是我的堅持 我還是要走下去 那爸爸媽媽怎樣看你的決定 以及怎樣看你這條路 其實當時都是一個很大的決定 因為我想一般的小朋友都希望 父母都希望的小朋友 讀書 讀大學 然後不如出來找一份很穩定的工作 其實一般我想都是這樣 其實我爹媽媽都是這樣的 但是跟他聊聊聊 就發覺其實他看到我很喜歡打桌球 他看到我其實在那幾年裡的進步 是真的有的 所以其實是要做這個決定 其實他們都跟我商量過應該要怎樣 大學就比較難可以繼續讀下去 因為其實要把握運動員 尤其是桌球 16歲就可以轉職業 成為職業球員 我其實轉職業那時是20歲 但其實都是給自己幾年時間 希望能夠放下我的學業 可不可以讓我專注幾年 看看我可不可以真的做到 他就覺得都可以試一下 但是最起碼要讀完我的十二班 即是高學校先 沒理由中學都不可以去打桌球 就不是那麼好 我讀完我的高學校 就慢慢試 就是給幾年時間 其實給我五年時間 但是我就比較幸運 在兩三年的時間 就已經成為職業球員 還有我的事業 剛剛開始的時候都順利 所以一直打就打到現在 即是爹地媽媽就一直是沒有說 預計將來的子女有什麼回報 是 來培養他們 都是支持你 是嗎 是的 大家都是比較單純一些 他覺得我可以做到我自己喜愛的事 又可以代表到香港出賽 其實都是很有榮譽 很有滿足感 其實大家都很開心 對於這件事 不會說有什麼意見上的分歧 幸好有爹地媽媽那麼支持我 對於一個小朋友 剛剛開始的事業的時候 所以在這方面就非常感恩 其實爸爸媽媽的支持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每次看到你贏的時候 爸爸媽媽的心情是怎樣 其實贏固然開心 但其實做運動員 我想贏之前一定要學書 所以其實失敗的次數遠遠會比成功的多 都不知道多少倍 其實做運動員 所以其實他們見到我成功當然開心 但其實我失敗的時候 有他們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們都非常之好 每一次打得不好 或者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一些位置突破不了 他們都很支持我 幫助我去度過這些難關 我跟很多運動員都聊過 其實一件事很困擾他們 就是運動員的生涯 始終有一個時間 不同的運動可能有不同的長短 運動員的生命 例如足球員 三十多歲 你都差不多 但蹶球就很特別 我覺得蹶球的生涯是可以很長的 例如你奧蘇雷雲還在打 打了幾十年 我小時候見Taylor 戴著老花眼鏡 戴著老花眼鏡 還在打 你的計劃是怎樣 或者你自己怎樣看 你以桌球作為職業的時候 未來的方向是怎樣 其實這也是我們最初考慮過的因素 就是運動員的壽命 其實好像蹶球和高爾夫球 這些可能是壽命比較長一點的運動 可以打到四、五十歲 都可以去做到一個很高的水平 所以其實這個相對之下壓力會少些 不需要真的要很把握 來近黃金的十年 甚至可能有些體操也未必有十年 或者跳水 在桌球上可以拉長一點的壽命 感覺上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知道將來還有很長的路可以走 所以這也是桌球的其中一個 對我來說是有利之處 而且受傷的程度相對比較少 可能會有一些勞損 可能是長時間的一些職業病 一些勞損 但以很嚴重的傷害來說 跟其他運動相比 桌球就相對少很多 這也是我比較喜歡桌球的地方 Marco 我知道你之前出現了眼疾問題 很多時候當然很多人都很關心你 很多朋友都很緊張 其實你出現了眼疾這個部分 其實對你的影響有多大呢 比如說你一開始知道了有這樣的毛病 會有多大的打擊 你怎樣去面對這個問題 其實眼睛對大部分 所有人來說都是非常重要 但對我們桌球手來說是更加重要 所以其實最開始知道自己有這個 其實是一個善罵罵的退化 所以其實最開始都很突然 因為我對這件事不太認識很深 究竟是甚麼來的 善罵罵退化 所以其實都擔心會不會 因為這件事 會不會令到我提早退休 或者以後打不回之前的水平 因為當時知道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正值自己的事業去到最高峰 就是我世界排名第六的時候 突然出現這個問題 當然是會有一些打擊的 這個是真的 但是最後都要面對它 因為都沒有辦法 真的有了這個問題 就要去想辦法解決它 做了激光手術 然後慢慢就好很多了 那個視貌物的問題 應該就OK了 但是還有少少後遺症 就是有些非蚊症 所以有時看到一些比較光亮的東西 可能會有很多黑點會出現 也對灼球會有些影響 就是苗近波士有很多黑點 當然會有影響 你怎樣克服這樣 那個就可以慢慢適應 是 就是視貌目就是最重要的問題 解決之後 這些非蚊症可以慢慢通過練習 就是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適應到那些黑點在前面 就是仰來仰去 起碼知道有這個情況會出現 其實打得多些 就慢慢就會適應到 這個反應問題不太大 Marco 你剛才有說到 其實對你的打擊 在過程當中 有些甚麼你自己有啟發出來 其實都覺得是 我想人生就是這樣 其實我的卓球事業和人生都很相似 會不會有感覺挫敗了 都有 但這個就是人生 其實很多時候 今次剛好去到我最高峰的時候 有這個問題 但其實很多時候 我去到很低谷的時候 可能遇到一些事情 令我上回高峰 所以其實這個只不過是 可能是另外一件事的反面 但我覺得是人生和事業 其實我想就是這樣的 其實是會有高低起伏 我相信我不是唯一一個是這樣 我想大家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是 是有個問題是有個打擊 但其實是很正常的這個現象 到出現之後 就想辦法去解決 當作是對自己一個磨練的機會 我覺得是 絕對是接受到這件事 其實很樂觀 當中也學到很多東西 你是一個很能力 很正面 很有能量的人 你覺得你自己是否充滿能量 每一天都是充滿能量 其實不是的 其實這也是桌球教師我頗重要的一件事 當然是桌球桌上我可以用到 但在人生上我用到 會對我更加影響會大 因為其實做運動員 真的經常面對失敗 譬如我打了這麼久的職業賽 可能贏了三四個大型的比賽 但我打了幾百個比賽 贏了三四個比賽 我已經是比較幸運的一批 有些可能打了二三十年 都未必有贏過一次 但其實真的面對失敗的次數 是遠遠比勝利的多 所以其實都要學習 用什麼心態去面對 因為如果你用負面情緒去面對 什麼時候才到退休 你要輸幾百次 你每次回去又哭又不開心 什麼時候才打完 這件事經常都會遇到 所以通過桌球我學會 要輕鬆面對 但又不是不理會 例如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你都要檢討 但還是要用平常心去面對 這些起起跌跌 之前你提過 你小時候開始打球時 其實那時是香港的桌球 叫黃金期 現在你怎麼看 你覺得香港年輕人 對桌球的熱度是否減退了 或者實在太多東西玩 都不用打桌球 或者社會對這個桌球的支持度 有沒有降低 甚至政府的支持 你覺得是否還是 年輕人不讓入球 是否對整個運動的推動 還是有點阻塞 其實是有的 你剛才說的 政府的條例 其實現在依然存在 其實16歲以下的小朋友 不可以 8時後不可以入雀牛室 他們穿校服不可以入雀牛室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對於我們推動我們的運動 其實任何運動 都是要一個很年輕的時候 開始慢慢盤量的運動 對 所以其實這個對我們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是 但是你剛才所說的 那個年輕人的參與度 其實我覺得是真的少了人打出球 但是這個不僅是香港的問題 我想全世界都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 可能真的太多東西玩 現在 我們小時候 譬如香港 男生踢球打籃球 當時 如果桌球 可能未必那麼小 但譬如十幾歲 其實很多都打桌球 但現在真的太多 要玩 太多選擇 所以其實是 你不需要出門口 你在家裡也可以很多東西玩 但當時不行 一定要出去 跟朋友玩也好 踢球 全部都是一些戶外的運動 活動 所以其實真的少了人打球 整體來說是全世界 可能消費也比較貴 會不會太高 在消費上 對 香港租金貴 所以其實桌球真的少了很多 當時真的全香港 80年到剛剛開始 學桌球的時候 全香港這麼小的地方 可能有五千張桌球桌 但現在可能五百張 六百張 我猜一下 我猜一下 所以是難了很多 因為租金問題 所以很多桌球室 根本營運不了 最低消費也要80-200元 所以其實也不容易負擔得到 所以各方面的原因 我想少了很多年輕人去參與 那又如何推動 既然這樣的時候 又這麼有意義 應該政府或其他機構 要怎樣去推動這方面的運動 其實我們都和香港桌球總會 一直都希望可以想想 有什麼辦法能夠推動多些 所以其實我相信政府的支持 真的非常重要 其實我現在有我們自己的 兒童桌球學校 其實都希望能夠可以 給一個很健康很安全很正面的地方 可以讓小朋友玩 我們下一步希望能夠 可以帶桌球入到學校 這個也是我覺得 會對整體桌球的發展 會很大的幫助 如果學校 譬如中小學 甚至乎幼稚園 都能夠可以在學校裏面 有一些兒童桌球桌 可以給他們參與到 即一些課外活動 令到他們小時候都可以參與到 我們當時沒有這麼小的桌 給他們打的 一去就要打那些大桌 大桌 基本上不夠高 但現在有些小桌球桌 希望可以小時候可以參與到 所以我覺得政府的幫助非常重要 他們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 不要有成見才行 是啊 他們經常都覺得 這件事好像 不是他們心目中很健康那件事 所以你的成就和四眼妹 安然 安然 你的成就 你倆真的可以做一個幫助 喂 政府不是差的 我們這件事 我們在香港自然可以推動 我們一定要改變它這個成見 剛剛Marco你說的兒童桌球室 不是 是學校 也不多這些學生去參與 其實還可以的 因為我們的學校是六月中 那次成立 去年的六月中 所以都是疫情期間 但剛好在第二波和第三波中間 就開始了 剛好有暑假 家長又不可以出外去玩 去年 所以要想很多 有甚麼活動可以給小朋友參與 所以其實最初的反應是非常好的 三個星期已經有百多個學生去報名 所以還可以的 但第三波也是一殺到 然後當然要停了 開分的時候 暑假又結束 所以其實有人喜歡打桌球 當然 但疫情影響很大 其實我們最近也有兩個半月 沒有開到的學校 最近才慢慢恢復 所以其實都是不容易的 現在 但總會過去的 但整體我覺得 大家對這個運動 其實是有一個認受性的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正面的訊息給我 是 如果你看到有個年輕人 他很有潛質 你會建議他跟你去學桌球 即是專業 希望他成為職業的球員 還是你都當這個桌球 是一個消遣娛樂 就算了 你會怎樣去看這件事 其實要看他對桌球怎樣看 亦都要看他家人怎樣看 因為其實是整個package 所以其實主要要看他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有沒有這樣的後天的因素 能夠可以培育到他成為一個職業的球員 因為其實職業球員 不是很容易走的一條路 你需要很多因素 都會有辛苦 對 配合才可以做到 所以其實當然如果他能夠有心地這樣做 我一定會全力支持他 但我會告訴他需要經歷什麼 因為我都是過內人 我都會坦白地告訴他 會有什麼困難 有什麼好的 有什麼不好的 都會告訴他 但如果他有這樣的興趣 有這樣的願望 當然會很支持他們 我也認識到有些小朋友 是真的希望能夠可以走這條路 所以我都會盡我的能力去幫助他們 你教年輕人或小朋友 除了桌球 你還會注重教他們什麼 其實我想我最希望 當然如果可以培養下一個職業球員 這個最好 下一個Marco 一定要比我厲害 但我覺得是比較少數 好像金字塔 我想是參與的人很多 但要去到真正能夠成為 最頂的會越來越少 所以我想下面那班小朋友 我想很多都希望能夠可以玩一下 就像我小朋友那樣 可能玩一下玩一下又會變成 最頂都未定 但我希望他們可以通過桌球 可以學到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例如集中力 手眼協調 或者最重要的是 怎樣可以面對失敗 面對壓力 從錯誤中學習 態度上 對 以及怎樣控制自己的情緒 因為人生經常都會遇到很多挫折 所以情緒控制 我相信將來就算你做什麼行業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質素 所以這些我希望可以 小時候都可以教到給小朋友 即通過桌球這個工具 能夠可以教到小朋友 這些將來不生受用的一些東西 你作為運動員 其實你要最清楚 其實講條件 我想我們亞洲人的 譬如我們的體能 各樣東西 在桌球上 我們不是很輸蝕給歐洲人 我不是踢足球 不是跑步 不是跑步 不是講那種 過去的例子 譬如中國、泰國都出過一些 很出色的世界級球員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香港不儘量普及它 因為這個是我們有發展的空間 我們不是和人鬥大隻 不是鬥力量 我們是鬥眼手協調各樣東西 你覺得怎樣才可以推得到 令整件事情更加普及化 學校、家長、哪方面的推動 做多一點在這個部分 是重要的 其實是最基層的 Grasmute的推動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因為一直以來香港的推動 即是香港卓球總會 為了體院 這些訓練已經是非常完善的 但他們就是針對一些 比較打得厲害的球員 即將來可能代表香港的球員 但可能底部的培訓 那個推動 可能真的斷了層 沒有人去做這件事 所以其實這個疫情 對我來說 都是有得著的 因為我不用飛 因為香港又不用打職業比賽 所以我又可以趁這段時間去想想 究竟怎樣可以填補這個不足 怎樣可以推動到多些人可以參與 我覺得這個做得好 當然需要時間 可能十年後二十年後 真的希望能夠做到 像阿春哥剛才所說的 真的可以多些 普及 普及 多些接受 這個很重要 沒錯 這樣有意義 應該要更加推廣出去 對 沒錯 可能將來會有一個很成功的校制比賽 是同出球的 對 我也想看到 Marco 2.0 Marco 3.0 其實這個很適合亞洲輪打 一小肌肉運用 而且都是用腦 所以我覺得可以嘗試向著這方面推動 Marco 3.0 你參加過這麼多場比賽 或者你遇過這麼多教練青人 很多時候你有沒有想過 哪一個時刻是你最光輝的時候 哪一個時刻是你最沮喪的時候 我想如果很正常地說 當然是輸了球失敗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沮喪 這個是很正常的 贏了當然是很開心 光環全部都集中在你身上 運動圈都非常現實 大家都會記住冠軍 就算亞軍都未必會記住 但是有128個職業 只有一個冠軍 127個人 你記不到他 其實是很現實的一個遊戲 但是大家都要去接受 其實人生就是這麼現實 所以其實是會有沮喪的時候 當然是 但是我覺得輸球當然是沮喪 但是我覺得是沒有把自己的潛力發揮到最盡 或者有時沒有去盡全力去打開一場球 這個反而是有少不太原諒到自己 這個都比較難接受 輸球其實大家都會輸 這個我接受到 但是譬如我沒有去盡力 或者我可能練習的時候偷懶了 或者沒有去很認真地練習 這個有時就… 過不了自己的關 對 過不了自己的關 其實明明是… 如果我之前做得好些 我應該會打得更加好 可能甚至乎贏了 但是因為沒有做到而反而輸了 這個就是比較重難受 我覺得是… 你失敗的時候 你自己都有檢討一下什麼原因 是否真的有時自己會成 對 我疏懶了 或者… 就是你自己有總結你的失敗原因 會的… 會的… 其實輸都有很多種的 有時可能是… 對手常打得太好 我自己都打得好 但他還好 那輸這些是OK的 其實是… 但有時可能是自己 譬如剛才你說的沒有盡力 或者是… 有些可能很不必要的錯誤犯錯 就是會引致自己輸了 那些就真的要好好地坐下 慢慢… 即是… 後來的教練 好像教練經常都說 慢慢去想一下你究竟輸 為何會輸這盤球 慢慢希望可以通過這一次失敗 希望下次可以做得更加好 一定要去… 自我檢討 對… 不停地去… 令自己再進一步 對… 家俊 你現在來到這裡 有沒有什麼金句呢 想跟大家分享呢 金句呢 我想是… 我覺得很多人都會想起 運動員就是成功和失敗 一個是天 一個是地 但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成功和失敗其實是同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是… 很多時候失敗 好像輸了球 很慘 但其實… 在失敗之中 其實我覺得只是一個名字 失敗 輸球是一個名字 但其實我在從中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其實它是一個 給你成功的一個黃金機會 其實你可以真正慢慢去看看 為何會輸 其實每一樣 都是令到你 下一次成功的因素 就在這裡 可以出現 如果你成功了 而不去檢討 將來也會失敗 大家其實是… 有一個很微妙的因果關係 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是… 基本上是同一件事 看看你怎樣用 如果你懂得用 失敗 將來就成功 如果不懂得用 成功 將來也會失敗 所以這個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個小小的我的經歷 希望大家可以… 即繼續努力加油 好 今天非常多謝 Marco 多謝 Marco 分享了他很多的經歷 經驗 如果恆大的同學 誰想求技有些進步 捉住… 捉住父家信 捉住我媽媽 Marco教你兩招 OK? 好,拜拜 拜拜 謝謝 我作為長輩 我經常都提醒自己 我不能夠說教 研教重要 但是身教更加重要 你以身作則 去讓年輕人感受到你的理念 我都說 在人生的路程上 都面對困難是很多的 失敗的機會 多過成功的機會 但是要怎樣成功呢 就是要砸緊的機會